清朝第一大貪官和聲有多破 我們現在來到北京的公王府 就可以來感受一下 它被抄家之後呢 幾經斬斬就變到了公親王的府邸 那這個公王府呢 這個名號也就一直沿用到現在 我身後呢就是公王府非常有名的大戲樓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戲樓厲害的地方在於 它其實面積大概有50頂 然後但是呢它上戲的時候是個後面 就是每一個角落都可以聽到戲台上的聲音 它能做到呢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呢就是它採用的是可以有聚音效果的墨材 然後第二個原因呢就是它採用下那邊 其實是有放了很多水缸 然後用水缸來起到一個擴音的作用 我們現在去看的呢 就是那個合身這個公王府 最有名的一個東西叫做天下第一府 然後每個人呢 每個遊客來這裡都會這樣磨一磨 然後就是沾沾服氣的感覺 那這是這個符字 它是康熙親筆提寫的 然後它這個每一個都有它自己的玉璃 好我可以摸一下 我身後的這個呢就是它後花園裡面的符池 那個符呢是蝙蝠的符 那同時呢它的形狀呢也像一個金元寶 然後它周邊種的呢叫做魚樹 秋天的時候呢 魚樹就會落下金黃色葉子到這個池子裡面 所以呢它也被叫做聚寶池 和聲那麼多錢藏在哪裡呢 就是放在我身後的這個長達一百多公尺的藏寶楼 那它呢有趣的地方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上面的每一個小倉庫的形狀都不一樣 那還提醒和聲說 它不同的財寶呢是放在哪一個地方 那它是最大的利益 它就變得沒問題 那它這個地方是沒有問題 那它就會在哪個裡面 又沒有問題 那它就看見它 它會不會停留在沒有問題 其實這個途復留在那裡 看見它 是一個集團那裡 那它它太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